蓝网名次还在富甲赛附近排回 欧文打了两场好球 就忘了他对球队伤害 就现状看季球赛走不远呢 对呗 要不只能说这个得有长远的 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呢 当下你仅仅是赢了一场比赛 这就差不多得了 一场比赛长跪赛往往就说啥呢 你就是高兴 也就12个小时以内 再过了12个小时就没有人提了 那就两支球队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 向着这个正观的目标啊 各自都有各自的检守 对不对 各自都有内心当中的那一抹鉴定 那就看接下来到底是谁 具备这样一种强悍的作风 能够在场上场下保持一致 整个球队捏合向前 看到底谁能够做到吧 这就考验领袖气质了 不得我讲领袖气质这方面 杜兰特那就是不太好 要不只能说现在狼网赢了 你也不感觉前途怎么的如花似锦呢 凯德文胜余比赛呢 他就能打这么三四场左右 再多都干不了 而狼网队剩下比赛还有多少场呢 还剩个十五六场 也就是说这里边 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赛 需要在没有凯如文的情况之下 看你能不能做到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他就这个个性 现在球队已经被过坏了 包括本系公司呢 据说四月份之前是回不来了 就这个环境 你就带吧 对不对 因为这也是你一手造成的嘛 从一开始球队出现一些苗头的时候 你就没有及时出手自治 结果现在就养成这种环境 接下来不得不讲啊 斯东库里如果说过圣儿了 三月十五号嘛 我们这边啊 赛斯库里有可能请假 不好意思 对不对 我大哥 从小就照顾我 同时也是你大哥呀 这个坎多兰特 你是目前球队老大 理应给我放假 对不对 装神德拉蒙德呢 对于斯东库里也是慕名已久 以往那会儿在活塞效力 曾经面对金正老师的时候 上前与装神打话的 是一代小球王斯东库里 那会儿也是一期风法 而你呢 坎多兰特 只是库里身边 安前马后的一个小弟而已 现在阶段呢 斯东库里即将过上 那我作为当年活塞队 坐这一方的霸主 现如今我也想要 跟这个赛斯库里一到啊 给这个斯东库里去祝寿 给我们放五天假 对不对 去了不光是过了一把生日 当地游玩一番 因为长期正在思想多少有所疲惫 我们也需要通过劳逸结合的方式 为下一个阶段备战 所以赛斯库里啊 和这个装神德拉蒙德啊 可以提出请假 那朗网队给不给呢 你是不得一视同仁呢 这朗网队那有多少钱 见天没事就跟他休息的 我们怎么的就没有资格啊 他们都是人我们不是 我们也得去放假 对不对 我这都属于是正当行为 斯东库里是我大哥 所以呢 这不也行吗 那你这接下来这么整呢 这个朗网队咋管理呢 你要不说一点军技都没有 就这个球队 凯文多兰特还是那句话嘛 如果说一个球队 在是今年捏合的完整性很强 向着冠军冲击的话 你是第一种的了 前景非常良好 尤其像多兰特这种职业生涯啊 从来没能以老大身份 得到个总冠军的 这会儿如果说你打造了 这一片坚实体验的话 你当然你赢一场长谷比赛 你这个乐呀 乐的时间长点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赢一场长谷比赛 把你捧上天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之前那会儿走就稳嘛 但现在呢 长谷比赛赢这么一两场 解决不了问题 这不是能够从根上 解决狼网队 他的根本顽疾 顾疾所在的这种方法 还得是捏合羹一事嘛 所以你要说 对于多兰特的长远方向来看呢 暂时就算说赢掉一些比赛 也不值得太多谈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